文劑, 張雁石, 怎樣? 我最近發明了幾樣新東西 相信可以幫到你的 電筒 這支不是普通的電筒 這支是不用電芯的太陽能電筒 在有光源的時候它會穿 如果沒有光 絕對不會穿 Hello 大家好,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介紹這個太陽能電筒 今集繼續和大家來到SCARF 介紹一些超準價的手錶 今集的主角就是這三隻CASIO 太陽能, 又俗稱光動能的手錶 首先和大家介紹這一款 因為這三款的直徑比較大 所以都比較適合一些 年輕運動型的朋友 這款和大家看看 它有計時的功能 這款錶是比較厚的 比較有型的 計時錶 你薄烏烏的就不有型的 運動型 運動型 就要配合一個比較有質感的厚度和直徑 OK 這個就行這個太陽能 其實它只要有光線的話 也會保持著這隻錶會有能量 OK 它也有一個叫做光動能的動能顯示 就會告訴你這隻錶還有多少動力 再上手給大家看看 OK 這些運動型的款式的容忍度比較高 什麼容忍度比較高呢 就是大錶款的容忍度 當然 帶上我這個6.5吋的手錶 其實都OK 這個直徑大概就43左右 沒有大把尺 所以就大概的尺寸 也和大家看看那個夜光 當然這個也是指定動作 運動錶配合夜光的一個黑度或者指針 就是非常之完美的配搭 好了 照完就給大家看看 那個指針都有那個夜光的 因為剛才照片都是稍微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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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來試試 當然啦 手快有手快沒有 這些他在做清貨 賣光就沒有了 很多都是紫紫一隻 再來介紹第二款 這一款呢 因為他有一個藍色圈 配黑色面 和他中間兩個圈金色框 配搭出來整體的效果都很漂亮 很型 比較特別 這個配搭 不是一般黑圈 白面配搭 厚度都 OK啦 沒有嫌棄他好厚 因為運動錶真的要這麼厚 如果大家對厚度會比較緊張 建議看一些比較斯文的款式 就可以了 試給大家看看 這款我自己也覺得不錯 暫於我自己來說 也算是喜歡 不過我自己對太陽能的錶 還好 因為我自己首選一定是機械錶 第二是石英錶 第三是光動能 即是有一個排名 OK 雖然你看它這麼厚 但是其實拿上手 那個質感就不算很重 如果你試試這隻是自動機械錶的話 起碼都重一半 就和大家看一下夜光 看起來都是黑度的尾部 還有指針 有夜光的 OK 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了 也有一個夜光的顯示 所以這隻我自己覺得都不錯 都是店員的推介 藍圈 金圈 配合黑面 挺漂亮的 OK 同樣都是超瞬價 大家記得下來去看去試 再介紹第三隻 這一隻也不錯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它除了黑面之外 它就是紅針的 大家看到紅針很長眼 非常之鎮定 紅針 黑圈 黑面 那個錶盤也有些裝飾 厚度也不多說 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比較型的 比較型的一個配搭 OK 同樣都是太陽能的款式 大家真的要有興趣喜歡的 真的記得下來試 因為它這個優惠 其實真的做到 這個月月底 OK 我其實第一天去拍 和我這一集去拍的時候 它有些款式已經賣了 很快手 OK 再試這隻錶上手 給大家看看 效果都跟頭兩隻差不多 OK 都是比較大隻 和比較豪邁一點 運動錶一定要型的 我都說過很多次 OK 說回剛才也是 大家都把握時間 再和大家看看夜光 一邊講一邊看 其實我拍攝期間 有一個錶賣 他是買一隻正供 那隻我想拍的 但是真的被他快手一步買了 在他買單的時候 他就說看過我這個頻道的影片 就下來看 不是就沒有 這位錶賣說得非常之正確 真的 你看到就馬上來買 因為買完真的沒有 而且很開心 聽到他真的看到我的頻道 然後就下來買錶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令到錶迷 又買到自己的心頭好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但是 所以大家都把握時間 下來Scarf 去看去試 非常之重要 OK 這三隻Casio的光動能 或者太陽能的手錶 就介紹完畢了 記得 拿緊時間下來試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在看影片之餘 記得要支持一下我 或者想請我喝咖啡的話 澳門的朋友可以留意上半部分 包括左邊的過數二 和右邊的NPay 數碼請我喝咖啡 香港或者海外的朋友 可以留意下半部分 左邊就是香港的朋友 可以用Tap&Go 而右邊 除了香港之外 海外的朋友 都可以用PayPal這個方式 可以掃這個QR Code 大家的支持都對我很重要 讓我可以陪大家走得更遠 這個頻道也能夠可以 一直可以好好地去營運下去